东北边境小城开启热闹夜生活 大好吃哦 烤油边 烤砂缸 铁锹炖鱼 夜宵尽显东北人的豪爽 这比你胳膊长了 锹能做饭 炖鱼的你信不信 汽水冰高 鱼树皮冷面 也是还有不少魂牵梦绕的儿时味道 快来吉林通话 探寻东北人最爱的深夜食堂吧 敬请观众消费主张 欢迎此间来到我们的大美通话 我们这个通话室 属于吉林省的东南部 它是一个四面是山 三面是水的城市 那这个地方呢 山美 水美 美食的味道更美 我们当地有很多特色的美食 想不想去品尝一下 特别想啊 我们此次合作呢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探寻通话的特色美食 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我们当地呢有很多夜市 到晚上的时候呢 我们的市民就会到这个夜市 去品尝这个当地的美食 所以说在夜市里面 就会有很多独特的当地的风味 立衡带我们打卡的第一站 就是位于通话市 同家江畔的边疆夜市 都知道东北人的性格热情豪漫 宵夜美食自然也要不去一格 说起通话人最爱的夜宵美食 那么过于烧烤了 油边肉 由一层筋膜所包裹的瘦肉条构成 用竹签穿成大串 撒上少许佐料 放在炉火上滋滋啦啦冒着油烟 当地人以极其简单粗暴的烤制说法 制造出一道硬核的东北美味 哎呦这看上去很过瘾啊 老板没有虚假宣传 确实看上去爽 对 得劲 对 感觉吃你口就是贼爽的感觉 好好害怕啊 好喝 瞬间那种满足感 就充滞了全身 就是幸福的满结 对 好好害怕 看来东北吃肉也这么吃 大口吃肉 烧烤在东北的夜宵中 绝对是头牌地位 瞧 这里还有一道 充满情怀与回忆的经典美食 烤玉米 我给你尝尝 我们东北很正宗的 什么 烤包米 烤包牛啊 你看玉米看起来就是很 老板多热情 上去给你滴吧 已经滴上来了 对 我们东北呢 这个玉米 这个非常有特色 它这个不仅甜 还黏 这个黏呢 就是它的特点 那是相当黏 对 黏牙那种 黏牙 忽牙 咱们东北也是玉米的主要产区啊 对对对对 走在乡间 就是遍地种的基本都是玉米 对 很多 所以味道很正 别看一个简单的烤玉米 它在东北人心中的地位老高了 各个夜市都有它的一席之地 咱们这玉米应该有几种吃法 一种就是纯吃这个不刷酱 吃这个玉米通烤过的这种香味 对 香味 还有这种刷酱呢 就是那种咸辣咸辣的辣酱 唐家呀 是这样的 烤玉米是东北孩子从小吃到大的美食 东北的白山黑土和玉米高粱 永远是远行游子心里最惦念的家乡味道 通话的夜市还带着一番怀旧色彩 80 90后一定还记得这瓶很像啤酒的老汽水 我跟你说 这个饮料不仅能喝还能制作美食 你信吗 还有这种妙用 怎么制作呀 咱们看看呗 走 看看 这个是我们的冰糕 哎 汽水冰糕 叫汽水冰糕 它俩人怎么集合在一块呢 你吃过吗 这个是老式冰糕 然后呢 正常它不就是凉凉的吗 可以酱熟 但是呢 我们可以把冰糕里面对上汽水 它就会有独特的味道 这很神奇啊 还有这种妙用 这个就是我们东北一个特色的美食 在别的地方也吃不到 那必须得点一块了 是吧 就尝不着了 对呀 汽水冰糕听名字就很特殊 做法也非常符合东北人直爽个性 将冰糕装在一个大桶里 用勺子挖成圆球形状放在杯中 随后倒入一瓶老汽水 这份怀旧小吃就做好了 我看又配了西瓜又配了勺 就是又能挖又能吸 对对对 太有才了 太有创意了 那个 看你这个笑容 我觉得应该就是很满意这个味道 又有雪糕味 又有这个汽水味 对 因为这两种这个食材吧 小时候咱们都会吃 他从来没想过 把它俩堆在一块 傻脑的笑容 这么好吃的东西 这么好吃的东西 这灵感是怎么产生的 对 采访一下老板 老板 这是您发明的吗 还是学的 这是我们通话的传统特色 从小的时候就吃过冰糕飞气爽 80后童年的鸡 美味承载的是百姓生活 而这里的夜生活 可远远不止这些 据说在通话周边 还有许多特色夜市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去探索 奇怪了 原来这个河南指的是河的南部 在河南夜市里 我们又会遇见哪些奇特美食呢 这是个啥东西啊 一长条我还真没见过 这个是我们这个夜市里面 非常有特色的 就是烤大沙干 叫沙干 那是肝脏吗 是猪身上的一个部位 还不是肝 对 猪身上的一个部位 其实在我们东北 它叫炼鸟 对 叫猪链条 我也是东北人 我怎么不知道啊 叫链条 对 但是那个猪沙干 这可好奇了 你知道沙干具体是哪个部位吗 我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我问问老板 东北人都难住了 就是皮 皮 皮脏 猪的皮 这个部位其实平常很少能吃到 对 所以它很有特色 而且你看啊 为什么刚才我说叫烤大沙干呢 没发现它特别大吗 你看烤好了 你就这一个是不是就吃半饱 猪皮是当地也是一道经典的硬核美味 一条猪皮将近半米长 整条放在炉火上制烤 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气 当拌熟时用剪刀剪开 面积增大才能和调料融合更好的入味 这东西还真是第一次体验 第一次吃了 这好长好大 咱们剪开之后它的造型更粗犷了 像一个小松树一样 还真是 有点这种张牙舞爪的感觉 对对对 它这样的话才更入味 更容易好烤烤 就是要是整个烤的话 它不容易熟 对 感觉怎么样 原来皮是这个味的 真是第一次吃 外面是硬硬的脆脆的 它里面其实有点那种软软的 对软软的 真像沙一样的感觉 而且你看你很有嚼劲 嚼嚼嚼 然后它那个味道就能留在这个舌头上面 口腔里面 夜市里为了吸引顾客 商户们也是亮出了十八般武艺 一来到这么一件事就感觉来到东北了 对 因为我们东北人就是特别能整合 对 你看怎么面前这两位 这个看来取经这个工作有点不好做 改行了 我看咱们这个品类 我们不是来取经的 是来取薯条是吗 对 来取薯条的 老板怎么出成这样 这个生意是不是很红火 还可以吧 本来我们是在别的地方开 然后我们最开始有四价 它这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就是大 我刚才看了一下 我觉得比我这个小手臂都要长 这么大吗 这一根薯条应该相当于平时的三到四个 别光顾着看老板的造型 锅里炸的薯条也非常有东北的豪气 一根薯条竟然比手臂还长 我觉得这个要比我的小手臂长 比一比 比一比 真的 比我的小手臂长 这比你胳膊长了 我试试我了呢 比我了也长一长 看我们的八戒感觉已经有点本色出现了 对 我看我们八戒这身还比较凉快 猴哥这身穿着心不辛苦热不热 热在里面全是汗 全是汗 特别辛苦 让它天特别热 闷受不了 当我们一天工作结束了 脱掉这个装扮 第一时间想法想去干点什么 想查钱 数钱 多姿多彩的夜生活 琳琅满目的夜香美食 勾勒出不一样的人间烟火 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烟窃期盼 在通化县 除了火热的夜市小吃 据说还有许多经典味道隐藏在箱子里 则剑我还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要给你卖个关子 你看在我们的通化 有冷面 有烤冷面 还有一种冷面 叫做炒冷面 你猜猜它是怎么做的 听名字就是炒的了 就过滤翻炒 对 很贴切 然后这个冷面做法很简单 而且长得也不是很好看 然后但是就是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到底有什么秘诀呢 咱们一起去看看 走看看 冷面是吉林的传统美食 据说在通化有一家二十多年的老店 独创了一道炒冷面 这只有在通化县才能吃到 会是什么味道呢 就是这家店吗 对 这家店就二十多年了 很多东北人应该对这样的小店很熟悉 店面不大 看着起貌不扬 而从开业活到现在 每道饭点就做满了顾客 吸引大家的是什么呢 一份普普普通通通的炒冷面 真的有这么好吃吗 让这么多顾客赞不绝口 甚至一吃就是二十多年 记者和主持人力恒也忍不住点了一份 怎么本地市民也都夸他了 都把我说好奇了 对啊 是不是特别想赶紧来一口 来尝尝 你看味道怎么样 你先思考一下怎么形容它 就是首先吃到嘴里是一个冷面的味道 倒是这种辣椒酱料的味道 冷面口感是很棒的 就是很有弹性 还有嚼劲 那种Q弹的感觉 口感很棒 你有没有感觉到 它这个有一点点毒液的味道 就是它这个里面 有一个灵魂的调料叫做鸡油 就是它是用鸡油炒的 不是植物油 所以有这种香味 对 它是鸡油炒冷面炒出来的 它就是可能更滑嫩 然后它的口感 看起来可能有点油 但是你吃到嘴里它并不油 李广秀和吕远菊夫妻俩经营着这家小店 二十多年前 他们买下这间房 从此就没再换过位置 店里的顾客也都是老顾客了 这家其貌不一样的小店 究竟有什么魔力呢 您说这个炒冷面一家一个味 一家这个秘诀是啥的 您跟我说什么 也没有秘诀 就用心去做呗 我儿子上中学的时候 我来陪赌 后就开始研究了炒冷面 你不能逛陪赌啊 就干点活吧 后就研究炒冷面了 一直干到现在 据说这个吃法是您独创的 您最早发明的 独创 自己研究的 全是自己研究的 怎么想起炒冷面 刚开始搁连的烤 小孩都代料加工 去给它免费给做 给个夜户夜户 后来也不行 后来先长 后来就给马嫂炒 炒的感觉比这边好吃 比连的烤的好吃 最初为了家庭的生计 经营炒冷面 现如今却靠着这种独特做法 征服了无数童话人 也许让大家惦记得不仅仅是熟悉的味道 也是儿时生活的记忆 吉安位于通话市南部 一处长百山西南路 鸭路江汉 也是通话市唯一的口岸城市 2017年 一部喜剧电影《缝纫机乐队》 让这座小城走进了众多观众的视野 我们探寻通话美食第三站 就来到了吉安 冷面是东北地区的传统美食 不过用鱼树皮做成的冷面 您见过吗 不仅能吃 而且还是当地的招牌 老板 我们常见的冷面都是用荞麦做的 但您这个好像还不是荞麦吧 对 我这个是鱼树皮冷面 鱼树皮就是我了解的这种 像鱼树的皮吗 对 就是鱼树的皮打蒙出来的粉 鱼树皮竟然能吃 还能做成美食 在吉安 鱼树皮冷面是一种常见的食品 这是怎么做成冷面的呢 这种就是鱼树皮粉 是山上的那种鱼树皮 拔下来之后把老皮去光 生润皮 塞干之后磨成的粉 看颜色和树皮颜色也有点像 对 鱼树的那种树皮 本身就是这种颜色 嗯 鱼树皮冷面的加工并不复杂 只需要像玉米面中添加一定比例的鱼树皮面 随后加水活均匀 揉成细腻的面团 随后就可以放入机器内压成冷面了 对当地人讲说呢 就是因为 以前嘛 咱们这个生活准备有那么高 然后呢 粮食也不是很充足 所以呢 又想吃一碗这个凉凉的冷面 到夏季的时候 怎么办呢 然后咱们这个聪明的勤劳的这个劳动人民 就想到了把这个鱼树皮磨成面粉 然后做成这个冷面 鱼树皮冷面 对于许多老一辈的吉安人来说 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吉安地处长白山腹地 并非粮食独产区 在过去经常会吃饭问题发愁 这时候当地人就想做了这个应急的办法 用鱼树皮做成的冷面 真的会好吃吗 首先这个很好主角 对 想我想拿这个很方便 不像把冷面那么有嚼劲 那么劲道 但咬不断的时候 对 和纯粹冷面味道真是很不一样 一航来东北光业市 首先能等到我们东北人民这种热情豪迈的性格 对 不管美食很多 然后我们的餐主老板们也都很热情 对 不仅仅是美食 我跟你说这个暴剧也是很别具一格的 比如说你看这个 这是个锹吗 锹 对 你猜这个锹是做什么弄的 锹肯定是刨地挖土用的 刨地挖土 你看这个锹 是不是很干净 好像还没用过呀 上面还刷得很干净对不对 那这个锹 我给你揭晓一下 是做饭用的 锹能做饭 炖鱼 但你信不信 锹竟然能炖鱼 这样的神奇创意 怕是许多本地人都没见过 锹是传统农具 为啥要用它来炖鱼呢 咱这锹是司堂用的那个锹 不是说咱们外面 外面就是说干头活的锹 因为我们这个是经过那个 视频检测出来的 哦 那不一样 对不一样 这是纯铝材质的 铝锹炖鱼看起来粗广豪迈 但却是粗中有细 鱼用的是当地特色的明太鱼 明太鱼也是我们东北 当地沿海特色的一种鱼 对 这个鱼呢 它肉质是很鲜美的 然后它有很多种做法 炖的 然后还有把它分干 银银银肝 对 喝酒到水上就可以吃的那种 嗯 嗯 好吃好吃 好吃 确实这味道很特别 然后这个口感也非常好 这个鱼肉很鲜 很鲜 对 这个容器很有我们东北人 这种精神的缩量 对 我们很多东北人也是脱荒者 开脱者的后代 贤老勇敢 有智慧 当年就是泡着一把铁箱和锄头 把我们东北哥城市建设起来的 对 发展了我们的农业 我们的工业 对 我们不曾经历那段艰苦岁月 但未来的习惯却研洗至今 在吉安 许多经典美食的起源都有着独特的故事 据说还有一种火盆烧烤 可以说是游客来当地必须打卡的美食 在这个我们这个整个这条街都是我们的火盆街 那平时呢 旅游旺季的时候火盆街也是非常火的 然后你别看今天天不好 但是咱们这个店里面生意还是非常火爆的 不信咱们可以去看看 吉安火盆可以说是当地的招牌美食了 一条长街聚集了十几家火盆店 就算是大雨天店里也坐无虚席 甚至有时刻坐在门外就吃了起来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火盆所用到的食材十分丰富 有豆腐 豆芽 蘑菇 米肠 牛肉 牛肚 牛肩 小肠等等 做法并不复杂 食材经过炒制再放在火盆上慢慢烘烤 然后就可以一边收汁一边开吃了 那你看来到咱们这个吉安 一定要吃的就是这道菜 这个感觉是一个吉安版的东北乱炖 里面什么都有食材特别丰富 对 因为据老板所讲呢 这个里面有五样荤菜 四样素菜 九样 又有东北方 又有咱们这个吉安味 对 都特别棒 各类食材一起放在炉火上制烤 刚开始像一锅大顿菜 随着锅内慢慢收汁 又变成了烤肉的吃法 这样的吃法究竟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呢 还是来问问老板吧 我们那家是山区 就是说以前嘛就是做饭是用那个柴火 就是冬天嘛 做饭以后那个那个那个 灶口里的火啊 没有那么的高就愣着白下 应该往上冷啊 然后咱就用一个炭盆把这个火汤 往里撞起来 然后就往上就用这吃糕 就是说玩够了累了 就还想吃的 还想吃的 天汤就谁摆起谁摆做吧 然后就把那个火汤抱下走呢 把那锅盖 把那扣过来 盖在这个套里 刚开始就做饭就是生菜生饭 这么一点点 其实生活提高的眼睛 过去是剩菜剩菜 就刚开始 还是放在锅盖里 对 最简单的 据说在吉安当地 有一位被称为二嫂的老人 他家的炭鱼可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这炭鱼会是什么独特的味道 我们赶紧去找找这家店吧 二嫂 你好 你好 主见这个是我们二嫂发生的老板 叫二嫂 当地人都这么称呼她 在我们吉安呢 没有人不知道二嫂的 也没有人没吃过二嫂家 这个店里的美食的 这么厉害吗 这家店已经开了26年了 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 被当地人尊称为二嫂 靠着一手经典的东北铁锅盾 征服了吉安人的味蕾 据说二嫂店里生意火爆 也跟她的代客之道 有很大关系 我学到几年了 干饭店的正常队 食料都好 反正主要的就是 这个质量 数量 醋人 叫大大方法 你看这是一个饭馆 实际上是一片江湖 对 就是醋人 不关系 对 所以大家有军村那边二嫂 本地人都认识你 都知道 你可以在就是 宾馆来出租社里问一问 谁打进去 对于谁好吃 百分之百人都跟我二嫂 就主动给你介绍 接下来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你做什么菜开过以后 它有火炭可以慢慢捂的 捂的捂的捂的开 这样是迈火做的 提火烧开迈火捂的 做出的鱼炒菜炖大萝 还是对小鸡都特别好吃 经过半个小时的收汁 这道铁锅炖鱼就做好了 鲤鱼搭配东北传统炖菜工艺 味道到底怎么样呢 咱也用你尝尝 硬 实际上好奇了 咱俩先尝尝 尝尝 口感 尝尝才好形容一下 尝尝这个味像不像 在两个 出来 真好不好 特别体质 就滑着的那种感觉 你看那个 有个瓷牌这样的 头水生间 那感觉特别香 酱 有酱 还有再来一口 虽然就是 看起来是都很不容的家常菜 但味道真就很好吃 鲤鱼格外鲜美 果然名不虚传 吉林通化地处长白山腹地 又被称为北国山城 夏季平均气温 只有二十三摄氏度左右 正是避暑的好去处 这里不仅生态优美 而且美食众多 这个夏天还等什么 赶紧来通化度假 感受一番吧 剩下吃瓜季 大瓜小瓜到底哪个甜 近一百八十斤的巨无霸大西瓜 您见识过吗 西瓜竟能做成川菜 麻辣版西瓜 您敢尝试吗 西瓜奶西 西瓜冰淇淋 干贝酿西瓜 花式吃瓜年年创新 又需要注意哪些建计呢 敬请收看 《消费主张》 《消费主张》